Coco 早餐 Today's Special 吃喝玩乐有学问 好 今天的吃喝玩乐有学问 我们请到的是一对 台湾跟韩国的 异国夫妻 三位糖饼的老板 李润葵先生跟杨军涵小姐 是李太太咯 军涵早 对 早安 可可姐早安 好 非常谢谢 你的先生这个李润葵 对 他会讲我们的 中文吗 中文吗 一点点 你搭台湾来多久了 三年 三年 OK 好像是因为要跟着太太 这个娶到太太 追到太太才来台湾的是不是 可以算是这个意思 你们两个人是因为结了婚 所以才开餐厅啊 对 以前呢 以前我是一般的上班族 然后我先生是在韩国是当 sales 对对 后来你们两个在澳洲打工认识 对对对 澳洲不会在餐厅打工吧 澳洲没有 那时候工作就大家知道那样的 是哦 你在澳洲多久 我在澳洲大概一年八个月 你在澳洲打工这么久啊 嗯 后来后来有在稍微 因为想要把英文学好有稍微再继续上课 大概八个月时间 所以 原本签证只有一年了 哦 所以两个人那个在澳洲认识了 就相连了就 你决定结婚了 嗯 对 远距离一段时间就决定结婚 然后他就 嗯 被你娶到台湾了 对啊 因为 哦 韩国的环境跟台湾环境 这社会环境的文化不太一样 对 那因为他有跟我说过 韩国的社会环境比较高压 嗯 对 那他很向往台湾的社会风气 嗯 比较自由 嗯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台湾 OK 好 那 哦 所以 这个 你的先生到台湾之后 对 觉得台湾生活起来 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 那你们为什么决定 两个人都放弃原来的 这个自己的事业 来开这个餐厅 而且韩国的餐厅 我们印象当中 要不然就是炸鸡啊 炸鸡配啤酒 在台湾非常非常的这个风行 要不然就是烤肉 对 要不然就是拌饭 对 大家比较有记忆点的东西 嗯 因为你们选择的是不一样 对 其实当初选择 要卖这个东西的时候 还蛮紧张 哦 对 那只是纯粹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糖饼 嗯 所以我每次去韩国的时候 如果冬天的时候 我都很喜欢吃糖饼 嗯 对 那因为我来台湾 其实已经 他来台湾三年嘛 这中间我们已经 做过一些其他的创业 算创业 我们也做过化妆品代购啊 进去过 然后也做过那个 Airbnb那种 然后 他又做过就是 开车载韩国人去 酒分啊 去很多地方玩 那种包车旅游 对 但是因为其实 嗯 现在大环境就是 创业没有那么顺利 对 然后我们转换了很多工作之后 其实 这只是有一次聊天之后 突然就闲聊到说 哎 不知道再来要做什么 还有什么可以做 嗯 然后想说 因为我平常 就是也会 偶尔会做做菜 嗯 有本事想说开餐厅 就像刚刚 叩叩 嗯 那种比较普通的餐厅 但是又觉得 开那种餐厅 就是也不知道 有没有 一个比较特别的 吸引人的地方 嗯 对 那只是某一次聊天的时候 跟他聊到就说 哎 那不然我们来试试看 卖糖饼好了 嗯 对 对 这个在糖饼 其实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这个三味糖饼 大家不是很熟 对 嗯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三味糖饼吧 嗯 这个在韩国的街头 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吗 可以 但是比较少 没有像炒年糕或鱼板汤 这么常见 哦 是 但是他在韩国人的记忆点是 只要冬天就会想要吃糖饼 哦 是 对 因为冬天天气很冷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 拿着一个乐乎乎的糖饼 很幸福 但是今天你们也有带来 那个炒年糕 你们的炒年糕 跟别人的炒年糕不一样 我们的炒年糕是 因为其实我先生来台湾的期间 我带他吃过很多家韩国餐厅 就有很多 他都这样不要讲话 偷偷进去试验 免得被人家发现你是韩国人 买一款的吗 对 因为他 带他吃过很多餐厅 就即便是韩国老板开的 但是有可能是因为 为了要迎合台湾人的口味 所以味道都不到底 哦 是哦 对 那到底的是什么味道 到底的味道 它就是年糕要入味 然后汤汁要稠稠的 就是你年糕拿起来的时候 它要是红色的 那样才是有入味的年糕 是辣辣的 辣的 对辣的 韩国的年糕是用再来米 还是用糯米做的 是用糯米 是用糯米 对 跟我们的年糕是一样 跟我们的苏宁年糕吗 对 但是好像因为米的不一样 它的特性会不一样 像韩国的 像我们用的也是韩国进口的年糕 哦 韩国的年糕 它的特性就是酒煮不烂 然后放酒再吃还是Q的 哦 我们的年糕是 好像特定时候才吃吗 那韩国人真的天天吃年糕啊 韩国年糕哦 他们 他们是当点心还是当主餐吃啊 点心 嗯 一般像这种 辣草都是点心 那我看街上韩国女生长 都还蛮苗条的 对 他们 韩国太冷 所以热量消耗比较多吗 他们对于外貌 非常非常的要求 他们的自我控制 非常非常的严格 那他们怎么吃年糕呢 为什么买街都在吃年糕呢 他可能摊嘴吃了 然后晚餐就不吃 哦 是哦 我们店里面也有一个 韩国公读生 最近也很严格 一点只吃一餐 哦 是哦 好 没办法想像 所以你的先生长得也很帅 还好 好 这个李先生 这个李润桂先生 跟他的太太 嗯 杨君涵 在师大夜市 所以你们 去开这个三味糖饼 开了多久了 呃 现在 八月中开到现在 才两个多月 快三个月 市场反应如何 他们大部分都会知道 是有年糕 可是 三味糖饼 可能很多人会惊叫一声吧 是不是 对对 就会很惊讶 然后进来问说糖饼是什么啊 然后我就要每天一直重复的介绍一样的内容 嗯 对 大概我们店里面大概 呃 60%的 的人就是来的时候 大概已经知道糖饼是什么 就是哈韩族的那种女生 然后特地来找的 但是40%的人其实是不太知道 你们有同样的竞争者吗 在台湾 目前没有 是因为台北 是哦 你们是第一家做三味做糖饼的啊 我知道中部南部有 然后台北有一家餐厅它是当饭后甜点 但是像我们这样专卖店的话 好像是第一家 是三味糖饼 你们有特别去拜师学艺吗 那李润魁先生 你是韩国是首尔人吗 嗯 可以就读读读读吗 哦 where did you from from Korea 啊 你 说 哦 呕 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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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盆堂区 盆堂区是隶属于晶级岛的一个地方 哦 是 但是不算是熟的 它是晶级岛 你跟你公公婆婆那个怎么沟通呢 用简单的韩文 韩文哦 结婚之后有大概学一下 其实韩国人住台湾也蛮乐的啊 那个那个啊 网络平台上全部都在演韩剧 然后电视上也是韩剧 台湾哈韩族很多 对对 从很久以前日本到现在的韩国 对呀 他觉得台湾人对这个韩国人有赛 我们除了体育竞赛的时候 跟韩国人不好 我有跟他起过 对我说就是稍微有一点 要打棒球跟这个打篮球的时候 小心一点就好了是吧 我有暗示过他 OK 打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安静就好了 所以你们糖饼是怎么学来的 主厨是谁呀 主厨是他 真的吗 对他其实是老板 OK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今天你们的这个 你们在世大夜市是一个小店面 对 是租的 拆开了两个多月 希望你们这个一切顺利 对异国夫妻 而且呢这个李润奎先生是 为了太太这个来到台湾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来介绍了 在现场的这个是年糕 对 这个年糕跟我们平常看到 在台湾 我们吃韩国的年糕 不像在韩国那样 韩国在路边 路边就有卖年糕对不对 对对对路边的 专门卖年糕吗 就是有年糕又有鱼板汤 然后有一些炸的东西 对 不是糖饼 不是糖饼 糖饼的话 因为我有问过 那时候要买之前 有问过很多我周边的朋友 就是你们知道糖饼是什么 不知道 他说去很多次都没有看到 三味糖饼 因为他要在地人才知道 那在地人都是什么季节比较吃年糕 冬天 哦冬天 因为很冷走在路上 对对 那就买 他们的年糕是放在碗里面吃吗 他们有放在碗里面也有 他们会站在路边直接拿竹签就签着就吃 那年糕就是炒辣椒啊 有配菜吗 嗯 不一定 大部分里面都是鱼板或是鸡蛋 哦 经典的韩式的炒年糕就是这样啊 就是会有鸡蛋 年糕炒蛋跟鱼板 偶尔会有蔬菜 但是蔬菜我看过的比较少 哦 大部分都是年糕为主 那我们的这个 你们所开发的是不一样的 你这个是用烤的吗 我们是先煮过之后上面放起司 然后把它焗烤 让它起司融化 所以吃的时候就是辣辣的 但是又有起司甜甜的香味 那辣椒是韩国的 对 韩国的辣椒酱 对 好 这个 这个是他们两个人呢 这个一对夫妻啊 李润奎来自韩国 杨军涵呢 这个他是台北人嘛 然后放弃自己过去的生涯 然后他们两个人夫妻呢 经营了师辣夜市的这个三味糖饼 等一下有三味糖饼 你带了三种不同的口味来吗 哦 我们等一下来切开看看三味糖饼 跟我们传统 这个三味糖饼啊 感觉到 我们台湾当然也有类似的东西嘛 对不对 有点类似 在路上我们如果看到 这个有点像我们的炸蛋蛋饼 有没有 对 炸蛋蛋饼不就是用炸的那个蛋饼 用炸的上面放那个放蛋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也不一样 这个外面是米还是面 外面是面团 但是我们里面有一点糯米 所以吃起来会QQ的 哦 对 好 三味糖饼 这个 韩国的媳妇 她在台湾创业 也让大家知道咯 韩国人的这个零食里面 刚才我们在开播之前呢 杨俊涵说 嗯 这个有点像我们 这个 台湾人有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 在路上买的红豆饼 是吧 嗯 就是像台湾人的小吃 这是韩国人的小吃 但是她现场是用 要现场 现点现炸 对 现炸是最好吃 哦 要配辣椒吗 不用 哦 因为它是甜的 甜的对 这个 他们只有甜的 没有咸的 咸的 呃 那边也有 但是我们卖的咸的是 起司口味的 哦 他们的 有的咸的里面还会包一种 他们传统的东西 叫做杂菜 是 有点像拌冬粉 哦 里面是有冬粉 就有点像韭菜盒的感觉 哦 所以你维持的是韩国的 正宗的口味 我们这个 蜂蜜坚果是韩国正宗的 然后另外两个 就是我们这个牌子 另外自己装的 三味糖饼 这个是糖饼的韩文是吧 对 这怎么念啊 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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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饼 要请韩国人示范 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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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饼 糖饼叫 三麻 马上回来 你对这个 一国夫妻 他们开创他们的事业 这位先生为爱来台湾 但是这个创业也很辛苦 可是应该也追求你们的目标嘛 对不对 跟以前的工作不太通 这个回来咯 李任逵跟杨军涵 他们在世大夜市 有一个三味糖饼 希望他们的人生也跟糖饼一样啊 越来越甜蜜了 可是吃喝玩乐 想起来很舒服 创业起来其实是非常需要奋斗的 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他 刚才讲很辛苦 是哪里辛苦呢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三味糖饼 在世大夜市我们看到的是在台湾的第一个加盟店 所以三味糖饼现在在韩国是有品牌的吗 对没错 原来的品牌是谁创立的 你们怎么可能把他引到台湾来的 原来的品牌它其实是一对兄妹 他们住在韩国叫王石里的地方 对然后他们其实原本是在路边自己卖个小摊车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是就是想要尝试看看创业 因为其实韩国生活环境也不容易 然后所以他们就从小摊车开始卖 但他们先创立了这个三个口味糖饼之后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糖饼做法跟传统的糖饼不太一样 传统的糖饼其实只有煎而已 对但是我们的糖饼它是半煎半炸的 对所以它这个东西一开始卖之后 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 因为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对它突然就变得很红 然后它就开始开了店面 它就叫三味糖饼 就叫三味糖饼 你说这一对兄妹他们住在王石里 那是在首尔吗 首尔对 王石 前往的王石是那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是这个名字还挺好玩的 所以三味糖饼呢 这个的面团是甜的还是这个原味的 原味它面团本身不会太甜 因为你面包的馅已经是甜的 对但是面团都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发酵 面团有点像做包子那样 对对所以我们都要提前一天 像做面包那样 对都要提前一天 要放发粉 发粉要放一点点 对要给它时间 就是里面可能会有糯米粉 面粉 哦里面还放糯米粉 对对 那它是高筋还是低筋还是中筋 这个是高筋面粉 高筋面粉 所以会有点Q 对 然后再跟糯米放在一起 对对对 有点麻糬的感觉 哦糯米跟那个 跟这个饭 跟面团一起发酵 对对对 然后就 隔天熟成之后隔天再做 就会变成这样子 哦 我们来看看 糟糕 这个 纸巾嘛 我们只好用纸巾来看一下 它的横签面 刚才这个 我们的老板娘 杨君和小姐 已经把它剪开了 对不对 来看 因为你们其实是有带子的嘛 对对 吃的时候你会带它剪开吗 对 如果内用会剪开 外带会用带子 这个是 好来 帮你拿一块 来我来看 那这个是哪一个口味啊 这个是巧克力酱 哦 巧克力酱 这个剪开 所以你们的馅还蛮 蛮饱满的嘛 对对对 然后把它包的馅 这个馅是现场 就是已经做好的 嗯 巧克力加什么 巧克力而已 巧克力酱 只有巧克力 嗯 巧克力酱口味 就只有巧克力 巧克力 然后包进去之后 现场炸 对对 就是现场包 然后下油锅去炸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 等到它 稍微炸到有点金黄色之后 就可以起锅 对 然后刚起锅热热吃的时候 最好吃 因为它外皮会有一点酥脆酥脆 但是里面 看到这里面 里面团其实是QQ软软 哦 这个当成是下午茶点心 是还蛮不错的 对 我们店里面蛮多 上班族打电话来订下午茶 对 还特地请快递来拿 跟它要一起喝什么 喝茶 配茶还不错 配茶 对 另外一个是 所以你们现在是卖三种口味 对 现在在三种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更特别的是 冰淇淋糖饼 它是我们把它剪开 上面还会放一球冰淇淋 哦 对 那个最近 松饼的变化 对对 最近那个还蛮红的 所以我们来店里面客人比较多 那在韩国那个三味糖 就糖饼的原味是 是什么呢 就是蜂蜜坚果 蜂蜜坚果 对 最近蜂蜜很红 我们现在买蜂蜜 对 现在买蜂蜜可能买不到了 没错 OK 这个长得不太一样 对 因为那些不太一样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巧克力 这个是蜂蜜坚果 里面会有坚果 那你怎么包蜂蜜啊 蜂蜜就是包的时候 全部都要包在里面 对对对 这就是考验师傅的功力 这什么坚果 是花生南瓜子跟葵瓜子 所以他原来韩国人比较喜欢吃的是蜂蜜坚果 对因为他们传统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 好吧 蜂蜜加柠檬 据说很健康的蜂蜜坚果 下次你们可以再加一点柠檬进去 柠檬干 是用这个 用Mozara这个起司跟蜂蜜酱 对 这个我们看一下吧 所以哈韩族 下次领处你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问他 有没有吃过香蜜坚果 来 下去拿 这个是意大利 对 这个是起司 起司 跟蜂蜜酱 蜂蜜酱 对 起司跟蜂蜜酱 那个出来之后是红颜色的吗 橘色的 是橘色的 这个应该是小朋友特别爱吃的吧 小朋友对 而且他这个 这个如果比如说我们把它剪开啊 配蜂草年糕的酱汁很好吃 对 所以你蜂草年糕 你们的店就是这么样单纯 就是蜂草年糕 三味糖冰 糖冰 爆冰啊 饮料 就这样子而已 有爆冰 有爆冰对 爆冰现场不太方便再过来 韩国人冬天也是吃爆冰的 他们会吃 对 韩国人跟台湾人的养生观念不太一样 可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油是用什么样的油啊 芥花油 用芥花油 对 比较营养健康一点 比较健康一点 比较不会有油 好 你刚刚说 你们开了快三个月了吗 对 中间我说 哦 做餐厅哦 大家吃起来很高兴哦 做的时候就知道很辛苦 腰三倍头 就会要 杨军涵就一直说 好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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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辛苦 你说说看 你先生也在旁边笑 对 有多辛苦 有多辛苦 就是 首先创业跟上班族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因为你每一件事你都要亲力亲为 而且你责任是一直放在身上 半夜睡到一半什么东西没弄好 搞不好就要马上冲到店里那种 对啊 对啊 然后 像我们在做这间店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比较辛苦的点是因为我们是跨国 去加盟这个东西 所以在前置作业的时候其实在沟通上面 对 花费很多心力 对 沟通是两个人要沟通 两个人沟通 然后还有加上我们跟韩国那边的代表要沟通 加盟的关系 这个目标在的话应该就比较有努力的方向嘛 对对 其实我们近期已经有一些加盟的人来跟我们询问 对对对 但我们还在考虑 因为我们才刚开店没多久嘛 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做餐饮 对 所以还在努力 就是炸鸡啤酒因为来自新兴的你的关系 所以将来韩剧里面可能有三味糖饼 来我们希望你们一切顺利